一把剪刀三十年坚守 农民版画师陈东明在木板上刻出相愁 大西瓜精细重 建平农民精品西瓜卖香港 啥样蘑菇长得好 啥样蘑菇受欢迎 辽宁省农科院实用军研究所 通过香菇选美醋科研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俊风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第一位的 但咱们乡亲们的经济神文化生活 也是乡村振兴很关键的环节 本新华人山清水秀 蕴含灵气的地方 这里有一位农民的版画家 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 和默默的付出 用一把剋刀 眷刻着自己浓浓的香情 眼前这一幅幅精美的画作 可不是手绘作品 而是用模板印出来的板画 雕刻模板 占取游墨 印出轮廓 水彩上色 大概要经过五六个步骤 才能完成一幅版画作品 这是我做的一幅门绳 这么一幅版画 这一共是两幅 一做一用 勤穷敬得 在中国 版画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清末民初时期 流传较为广泛 之所以要用雕板来印画 是因为当时印刷工艺并不发达 所以造出模板来大批量的印画 是一个最高效快捷的办法 春节的时候 也需要一种喜庆 一种集结 集结枪挂在墙上 贴在墙上 悬眼那个年味 所以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把这个画印出来 各种各样颜色的 贴在墙上 就是增加年味 老陈是还人版画的第三代传承人 在他三十多年的钻研和改良下 现在还人版画 也有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从过去只用水性颜料 改变为用油墨和水性颜料搭配的方式 让版画的色彩变得更加丰富 轮廓也更加分明 现在我们印这个还人版画吧 就是 印上一版是黑色的主板 印上一个黑色的主板之后 我们开始往上添颜色 是在背面添两种 填两边颜色 在正面再填两边颜色 那么 这个画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涂一下 涂完之后 那这个颜色就非常饱和 颜色非常美 老陈接触版画 还是受到父亲的熏陶 老陈的父亲是木工 所以老陈从小就对 加工木材的工具 十分感兴趣 我们的那个农村住的 住的那个房子吧 就是叫炕 知道吧 炕有那个炕 炕炕 炕炕都是木头这么宽的 这么厚的木头 做这个炕炕 炕嘛 没有事 就偷着用那个刀 就去咳 咳 有的时候 我父亲不让我用 那种东西 就自己用一些小工具 钉子 划 我就记得我们那个炕炕 就从头到尾 都是咳呀 咳的一些痕迹 在那上面 就是从小就喜欢 也许是常年的习惯 也许是骨子里的热爱 每当刻刀 与木板接触时 发出的声响 在它看来 都是格外的美妙 喜欢刀 刻木头的这种声音 像音乐 就这种感觉 说不清楚 就插插插插 那种声音特别好音 年复一年的钻研 老陈的雕刻技艺 也在日益精湛 过去使用的常规木板 已经满足不了 它的需求了 在以前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都用一些 像画木板 断木板 断木板 这样一些板子 后来发现 就是我们聊通这块 这个梨木 梨木这个板的非常好 这种板的很细腻 它就是很脆 很细腻 不管横壳 竹壳 就是用刀 刀很清晰 本西还人 地处辽东地区 盛产梨树 恰好梨木的质地 可以满足老陈在雕刻时 对于细节的精准把握 老陈说 想要做出好的板画 这份天时地利 缺一不可 为了能够让木材 在雕刻时 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梨木 也需要经过特定的处理 为了防止这个板子走形 就是我 去开始后板 我们就是隔一下 每一个板就用这种铁丝 给扭在一起 用这自然干燥 那干燥也得干燥 三十年之后 才能用这个板子 在还人 无论是就地取材的优势 还是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带来的艺术氛围 都让老陈坚定了 在这里大干一番的信心 他不仅创办了木雕工厂 带动香气门就业 还利用业余时间 组织了免费的板画培训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板画 就是我培训他们的时候 就是利用业余的时间 一个是周末 一个是晚上 尤其是晚上 到晚上 这些学员 只要吃完饭 扔下筷子 就奔这个板画师来了 那个时候就得了个名 我们这个就叫夜大 就是晚上上课的 这么一个大学 我们叫夜大 在老陈的坚持和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了板画的制作中来 而这门老手艺 也给他们带来了 不错的回报 小的画像 比如说长书票了 就是三十五十了 一百块钱之内了 觉得就可以买到 最贵的也就应该在 五万之内吧 老陈是农民出身的板画师 所以他的作品 大多以活人当地的农民生活 农闲娱乐 民风民俗为题材 现在这些作品 多次在群国农民画展中 拿到金奖 还走出国门 在俄罗斯 美国 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美术作品展上亮相 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认可 远消到欧美国家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 老陈等板画手艺人 几十年的坚守和付出 如痴如罪 最明显的就是 每次我们在这个团队聚在一起 无论是聚餐呀 还是搞创作的时候 然后无论谈论到什么 陈老师都会说 哎呀 你这个适合搞个板画 只要有空闲 那我就得画 我就得去科 我就得去看书 去学习储备我自己 这个提高 提高了我自己 储备好我自己 就感觉自己 有那份价值 在老陈等手艺人的坚守和创新中 还人板画这门传承百年的老手艺 也在焕发着新生机 一把刻刀 刻出的不光是乡愁 还有乡亲们的美好生活 2021年过去三分之二了 我们这一年呢 也看到了很多丰收的喜悦 都是腰包鼓鼓的喜悦啊 这黑土地呢 也愿意记录这些故事 展示给大家 为了来年传递丰收 在朝阳的建平呢 有一个种瓜的高手 叫老万 今年呢 他的瓜可是卖火了 接了一笔香港的订单 来看看老万这个高手啊 种出的瓜 到底为啥好 这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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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大哥 这行来行去的 到底啥玩意行呢 我说的这些行的 这些瓜都是去往香港的 往年万志伟的西瓜 一般都卖到上海深圳等地 今年他的瓜卖得更远了 28万斤的订单西瓜 专供香港 到底啥样的瓜 能卖到那么远呢 最小不能低于12斤 大虾在24斤左右 平均它的产量 在平均个头在18斤左右 它的甜度 在12.5到13度之间 万志伟说 每次客商一来 首先看大小 接下来就是拍瓜 经常接触西瓜的行家里手 靠着每次拍瓜时 产生震动的手感 还有声音 就能判断出西瓜的好坏来 你看我拍的这个瓜 声音比较闷 然后我再给你拍一下 这个瓜 这个声音比较脆 像说这种声音呢 就已经上不去车 它被淘汰了 所以说就这种瓜的 都可以走到香港 声音脆代表就是说 它一个是皮薄 水分稍微大一些 糖分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声音比较脆的这种 声音发闷这种 就是说 它属于是干上瓜了 遇到那边 它已经就是坏了 坏掉了 除此之外 客商对西瓜的皮毛颜色 也有严格的要求 它这个霜的 如果说咱们说 这个它看的都是比较新鲜的 它才能到 走到香港去 它根据叶子 跟这个瓜叶子的高度和这个密度 形成的 形成这个 就是说 这个最新霜 包括它的周围温差比较大 也会形成这个 看来呀 想把西瓜卖到香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您一定好奇了 这么高规格的瓜 究竟是咋种出来的呢 万志伟说了 学校之一啊 就是要改变种植方式 把陆地种植 改成冷棚种植 棚里的瓜呢 就是说 能提前半个月上市 砍到 就是说 砍到就是说 正是南方缺瓜的时候 这个季节 咱这瓜上市 能改个好价钱 产量也是上来的 这一亩地都是 一万一千多斤 这一个棚都是 两万三千多斤 粗放管理 变为精细种植 万志伟还多方研究市场 按照标准来种 这才让他的瓜 能在市场上 站稳脚跟 像咱们这个 在棚里啊 就年年上有机肥啊 它那个 大化肥用的比较少 根据瓜的解围啊 那都有 它就是正常 都是在三果 要的 它的第三门果 和第三门半 这两门果去 质量是比较好的 管理上下了功夫 加上朝阳地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也为西瓜品质 加分不少 掌这个地区 就是周越温差比较大 糖分积累 就比较快 白天在367度 晚上在223吧 周越温差大概在 十二三度之间 不用去怎么操心 就是自然 自然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万志伟 第一批出棚的西瓜 就卖到了一块五 这二十多棚的西瓜 少说也能挣上 三十万 万志伟尝到了甜头 下一步种瓜 他还有更大的打算 都是大众化的话 你这个东西 也是不值钱的 只有做出自己的品牌 销售市场 你才能把它提到更高 在提领杨木林子镇 有一片荒山 但自从承包给 一对夫妻俩之后 荒山几年就大变样 变成了花果山 跟着我们的镜头 看一看这对夫妻的 田园生活 铁岭市清河区 杨木林子镇的一处山脚下 老远就听见了一阵悠扬的旋律 仔细一听 还能听见鸡脚声 这里的梨树与针子树 都已经见果了 一看就是有人精心管理着 光闻歌声 未见其人 我们又来到半山腰 想要找到这位如此有情调的大山主人 杜丽华今年45岁 这片大山的主人 她和丈夫罗金龙 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年轻的时候 向往山外面的世界 一心想着走出大山 大山里面长大的孩子 内心总是渴望自由的 于是十年前 杜丽华与丈夫决定 回到大山 回到老家 他们包下这片占地60亩的荒山 种上梨树与针子树的同时 还在林下养了3000只溜达鸡 重新过上了田园生活 最开始的时候 整片山上只有夫妻二人 也许是为了排解寂寞 两口子买了个音箱 在山间放起歌曲 时间一长 他俩发现 爱听歌的可不止他俩 见这个鸡啊 听这歌曲之后 心情也好 也挺好 就是说的也不是那么 就是说的 特别爱乍营 经过惊吓之后 就是好几天不产弹 我的发生产弹率就下来了 现在就是找一些 比较游和点的 游美点的歌曲 然后放 这都是特意挑选的歌曲 这样的话呢 让鸡听着比较 心情能舒畅一些 别看眼下 这山里林木茂盛 虫鸣皆叫 当初可是一片荒山 杂草众生 土质也是黄土加山皮土 然后也不太理想 然后吧 种植果树啥的吧 也爱招虫子 然后呢 我就给那个 蘸这个水果茶 不都在打药吗 是不是一年都在打几次药 没曾想 打完药之后 杜丽华彻底傻了眼 原本热闹的山上 转眼就没了动静 开始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鸡怎么就都打进药呢 一夜之间就都死了 就赔了很多钱 眼看着养得好好的鸡 都被自己堵死了 这可愁坏了杜丽华 找人打听之后 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你想养鸡的话呢 就不能打药了 要不你就养鸡 要不你就说 你就种果园 或者是你种针子 只能二血一 不能说 你还想让针子长得更好 还想养鸡下蛋 这就不可以了 看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与丈夫商量了一夜之后 杜丽华决定专心来养鸡 至于黎树与针子树 就随缘种了 就这么养了一年之后 让杜丽华没想到的结果发生了 就是说的 你看啊 你家山里面 你都不打药 那么肯定会有虫子啊 而且虫子还肯定是越来越多 然后呢 那么在散养鸡呢 这鸡满山跑 它也会给创造一些条件 就是说它会吃一些虫子 所以说它会减少虫害 然后再加上那个鸡粪呢 它会致言就是说的 就是它就那个拉到山里面了 所以说现在图纸 就是越来越好 嗯 越来越越来越 更适合养 种植水果 或者种植枕啥的 没想到溜达鸡 在吃掉害虫的同时 还能变着法的改良土质 虽然效果不如打药那么理想 可每年到了收获季 杜丽华的这片果园 依然是收成喜人 这让杜丽华喜出望外 一口气又进了一千只鸡 总数量达到了四千只 可谁曾想 新的问题又来了 完全发现这不行了 就山 它这个母树是有限的 完全鸡就是 太多的话 就不行了 它就把这个山 给你刨的 你可以看 附近的山 就几乎就潮 就很少了 远处的话还可以 就潮也少了 然后就水土就流失 有提前这些山 有点坡度 有点陡 下雨的时候 就这个雨量特别大的话 就是水有的土 就全部躺下来了 经过不断的摸索 杜丽华总结出了经验 六十亩的山养三千只鸡 才是最合适的 不仅如此 杜丽华还在山上搭起了鸡窝 方便捡蛋的同时 也能让鸡蛋有更好的品质 简易的这个鸡窝 搭起来树叉上了 然后搭起来树叉上了之后 它有这个窝在 鸡窝在里面产蛋 它就觉得更安全 更安心 然后也防止太阳晒 直射鸡蛋就 太阳晒出过之后 就不就不好了 不新鲜了吗 也防止雨林 转眼十年过去了 杜丽华夫妻俩 把这片山管理得有声有色 他家的鸡蛋都是定价销售 因为品质高 所以特别受欢迎 一块五一个 每隔四天就给附近的客商 发一次货 一天光是卖鸡蛋的钱 就能赚到五百块 虽然山里的日子辛苦又单调 但是看着曾经的荒山 变得生机勃勃 杜丽华的心里踏实而满足 这种鸡叫声与歌声相伴的田园生活 才是他和丈夫努力寻找的心灵家园 西葫芦呢又叫小瓜 市场需求量挺大的 现在辽宁各地呢 种这个西葫芦的农户呢 也不少 那怎么选择西葫芦的品种呢 必须得适合辽宁 能越冬栽培的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业内人士 他是怎么说的 蔡明宝这满棚的西葫芦 迎来了一茬丰收 同时也迎来了一波参观的小团队 因为啥 这西葫芦长得好呗 一个是比较亮绿或者是翠绿 它有光 这个小细花纹商品特别好 特别直 这瓜特别直 这个结成性好 连续做瓜能力特别强 几乎是一结一瓜 张卫东老师在现场连连称赞 可见这个品种真心不错 他的研发者李海珍老师 也亲自到大棚里 给大伙详细介绍了这个品种 青湖三八 冬季的低温弱光下呢 它可以充分地吸收 这个太阳光的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的连续做瓜能力非常好 现在已经做了有40多条瓜了 所以它的产量非常高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长势强产量高 那么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吃菜吃翠绿的 所以我们这个品种呢 它的这个瓜条是翠绿的 而且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呢 它这个发白的现象也比较少 要说种西葫芦 在咱辽宁并不多见 这个品种正是和北方越冬季节大蓬栽植 金湖三八这个品种呢 也是经过了多次改良和试验 才推出的高抗品种 抗性还非常强 以前的品种啊 像经济腐病啊 白粉病啊 病毒病啊 它这个几乎不得 传统的育种技术和现代的分子标记 育种技术相结合 将抗白粉病和抗病毒病 也是危害西葫芦最主要的两大病害 我们转入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品种中 所以它的抗病性非常好 农民朋友可以在整个生长季节 不用打这个药 减少了很多的劳动力 和减少很多这个农药的支出 瓜条好产量高还抗病 但是现在果树种植过程中 还有一项是很关键的 就是储孕问题 金湖三八在这一方面表现咋样呢 紧实度非常好 也就是密度非常好 所以它的这个耐储用性和货架期非常长 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些菜上 非常喜欢的一个特点或者是优点 这个新品种金湖三八 不知道乡亲们了解了没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记得不打我们黑土大集的热心电话咨询哦 为了帮助朋友们省钱 咱们推荐的口感型西红柿原衣五六零四种子的继续降价销售 1000粒包装的原价580元一袋 现价优惠价是380元一袋 另外咱们新推出的水果型西红柿 金翻田老大500粒包装的原价400元 厂家每袋补贴100元 优惠价是300元一袋 关注黑土地 种地更省钱 还有专家团队随时为您提供技术服务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400-6818-801 市场上大葱的这个品种呢 有很多 对乡亲们来说呢 特别容易挑花眼 不过呢 您别急 咱们黑土地特约专家刘老师 已经开始帮您选种子了 那他有没有帮咱选的好品种呢 来看一下 冒着酷暑 黑土地特约专家刘建老师 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的目的地是朝阳喀索 辽葱16-12的繁种田 刘老师说 种子繁育进入了关键时期 再远啊 他都得赶到现场 确保葱种的纯度和质量 不能给农户带来一丁点的损失 早晨 今天早晨7点钟从家出来 开到这儿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 一到地方 饭都没吃 刘建老师就先来到了繁种田里 在他的心里 种子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时候是很关键 咱这个这种田的话 这个杂草啊 不能让它长得太茂盛 要影响咱这个这种的这个质量 也影响产量 特意选择在朝阳喀索 繁育辽葱16-12的葱种 可是有讲究的 技术光照水源 密封兽粉隔离区 缺一样啊 都有可能留下遗憾 这个地区呢 就是一个就是成熟的一个这种地区 它那个农户啊 生产农户啊 都是水平比较高 我们对它的要求也比较高 第一呢 就是要求 必须有隔离区啊 这个大栋的隔离区 必须是 两公里到三公里左右 再一个呢 没有这个 就是说浇水浇不上的时候啊 因为它离河非常近 这个一百多米就是一条大栋河的支流 光照非常足 而且呢 这个在大栋的开花期啊 它降雨量非常少 昼夜温差大 野蜂子也非常多 村子里啊 有养蜂呢 也特别多 对于咱这个大栋之种啊 非常适合啊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就是 子粒非常饱满啊 这个受粉就非常好啊 没有空泡啊 而且你看这个花球也比较大 正因为要求严格 种子的纯度和质量 才有了最大的保证 辽宗16-12的天津表现 也是越来越好 它是一个 啊 比较长啊 植株比较高的 大约在一米五左右 这个植株啊 呃 它一个品种 它就是 啊 植株的开长度比较小啊 呃 比较抗风啊 呃 上冲型的 再一个呢 它也比较抗病 你看它这个植株 这个叠片上的 蜡粉成非常厚啊 你看我这一弄之后 这个露出它原来 这个颜色的 这是蜡粉成 蜡粉成厚呢 就是非常抗病 乡亲们种大葱 最看重的 肯定就是产量了 再抗风 再抗病 没有产量 啥也白搭 那这个辽葱 16-12 产量到底大不大呢 一般的品种 就是在 一亩地的话 一万斤左右的产量 啊 像这个品种的话 一般情况下 产量在 一万二到一万四千斤 而且这个葱也比较耐储 杆也比较硬 呃 那个 咱们这个重大葱 就是多数农货 和消费者都喜欢 冬天储一储 它非常耐储 这个 干葱率比较高 当然了 一个品种 究竟好不好 最终还是要由市场 来决定的 这个品种 这个商品性非常好 啊 它整齐度非常高 呃 板厂的大约50公分左右 精成率非常高 嗯 所以说这个 很受这个消费者的欢迎 收购商呢 有喜欢这个 在捆成捆之后 非常漂亮 板也非常长 呃 而且呢 它的口感也非常好 非常适合我们北方 市场上 这么多大葱品种 对于乡亲们来说呀 特别容易挑花眼 别着急 咱黑土地 一直都在您身边 帮您精选好品种 提供最贴心的技术服务 如果大家对这个大葱品种感兴趣 记得拨打服务热线 4006818801 草莓柿子呢 卖家一直都不错 甚至堪比这个水果价格 很多农户呢 也瞄准这个热点呢 想种点这个草莓柿子 那么什么样的草莓柿子品种好呢 今天呢 就给大伙介绍一个 金番田老大 获得金奖的草莓柿子品种 在随中呢 有农户种了 一种那不得了啊 成天被人追着要货呀 咱们来看一看 为啥这么火吧 那个金番田老大 那个好吃的那个番茄 还有吧 下来了吧 我才差20斤 要有的话 一会儿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你快递给我寄一下 对吧 好长时间没吃了 想了 好嘞好嘞 有有有 他叫张国华 是随中县永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自打种上金番田老大之后 他的手机啊 就没消停过 消费者都是追着撵着的 要买他的西红柿 一天订单也就在二三百斤吧 如果要是在那个 就是头年的时候 咱这个几乎就是供应用 张大哥说了 想吃这个西红柿 必须要提前预定 要不然就没有了 别看今年的西红柿行情不好 可是他的西红柿 到现在也没低于五块钱 这都是吉林的 他一般都是东北的多 完了我这北京的也不少 就是冬天 冬天啥我就冬天 卖啥就我这个东西 所有的钱我不够卖 照着别的心事 最起码得高到两成吧 青番田老大 是2018年选育出来的新品种 初出茅庐的他 到底有啥能耐 敢称老大呢 这个品种啊 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们在市场推广的时候 老百姓觉得特别甜 特别适合他们口感 这是老百姓赋予他的名字 所以叫甜老大 说到甜 一般口感型的西红柿糖度 能达到七以上 就已经很甜了 不过啊 青番田老大突破甜度大关 让甜度口感 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它的糖度基本上能保证 八到九个以上 如果说控水时间更长的话 可能能达到十个以上的糖度 今年青番田老大 更是披荆斩棘 在一百多个西红柿品种当中 脱颖而出 获得了金奖 今年2011年6月份 在北京通州举行了一个 精金记鲜石番茄 那个擂台赛 当时参加品种有120个以上 它是分为中国区的一个品种 中国区品种呢 我们都是盲品 有专业评审专家 有种植户 然后有市民 热心观众 然后大家品尝盲品 但是盲品选出来的 含金量很高 有了这份沉甸甸的金奖 被称为老大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光好吃还不够 想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产量 抗病性 都得是个儿顶个儿的好 你看 你看我这个几乎 现在都说 得有两个月 一次药没打过 你看现在 现在我这阳呢 虽然说 我就是 闪个旁一个人管理不到 你看长这些 长了这么些 烂七八糟 这也顾不过来 但是你看 你看 你看现在状态 它根本就没毛病 首先它具有现在 抗TY病毒这个特点 同时呢 它还抗根结腺重病 就是老棚也可以重 抗业斑病 是这样 这个品种呢 平均单岁做果是 五到七个 单果呢 是一百克 一百二十克 大一点管理好的 也能到一百五十克 基本就是这样 基本一百二十克左右 基本上 母产都在 三千株的话 都在一万斤以上 特别适合老百姓 抢早种植 因为它很早熟 比一般的口感 番茄都要早熟 七到十天 能卖个好价钱 绿果间 甜度高 口感好 就是草莓柿子的特征了 但是过去草莓柿子 没有专用品种 乡亲们想种出 好吃的草莓柿子来 得费挺大劲 都是通过大柿子 像半斤左右的 它是通过那种 伤害式管理 比如说减地柿子 或者像那种 像大点地区 它那种 就是控肥 控水 控出来的 就是那种 特殊管理 就是把大柿子 给它管理成小柿子了 而现在 通过育种专家 多年的努力 草莓柿子 有了专用品种 正常管理下 经翻田老大 就能够让大伙 挣得盆满钵满 辽宁省 食用菌产业 这面积不小 投资相对小 技术要求相对简单 很多农户 都在靠种食用菌 增收支付了 看似简单的背后 实际上 有专家的大力的技术支持 辽宁省农科院 食用菌研究所 就是这么一个 低调有内涵的部门 专家们不断提升 这个品种的性能 优化种植模式 那么我们今天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走进食用菌研究所 看一看 专家的日常工作 都是啥样 今天下午 我们食用菌所 举行一场 食用菌选美大赛 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里 现在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 还有我们自己选育的 香菇品种 三十多个 一会儿呢 我们各位老师 就根据各自的爱好 选出你们认为 最美的香菇品种 然后呢 说出它 你选它的米油 究竟美在哪里 下面请参赛选手 入场 乡亲们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食用菌研究所 第一届香菇选美大赛 下面请各位参赛选手 各就各位 陈述参赛作品的特性 及优点 怎么样是不是大开眼界了 没成想啊 香菇还能有这么多精细的区别 老师们天天和他们打交道 这五颗香菇真的是各具特色 难分伯仲 这筹票呗 一会儿最关键的 都认为自己这个最好 谁当评委呀 人记者也能当评委 那我只是个人喜好行吗 可能不够专业呀 行 行吗 行 你这看颜色也行 长得白 或者是看体格长得错 我只看颜值行不行 都行啊 综合考虑就好 那我选这个 这个怎么样您说 这个 这个就是你选的跟我选的一样啊 追选呗 我说这个商 这个能市场上能卖好价钱 商品性最好 为什么呢 商品性最好 箍形大小 比较合适 菌盖跟菌饼 它的这个比例比较匀 然后这成熟度也是刚刚好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香菇选美大赛前三甲诞生了 冠军是馒头型军盖的三号选手 亚军是绒毛多 特征明显的二号选手 季军则是由颜色浅的一号选手获得 可是这里可是省农科院啊 老师们都是非常严谨的育种专家 那这个冠亚季军是不是选的有点草率了呢 通过这个选 我们一方面了解各个品种之间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对比 另外一个就是散选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品种 我们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 宋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军研究所副研究员 宋老师说 其实这几个参赛香菇已经是优中选优 可以投放市场了 可是完美的香菇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它这个形应该是馒头形的 比较圆 而且它这个菇腿相对来说要短一些 基本上是在四左右 这个菌盖的直径大约是在四到五厘米之间 而且它这个采收这一块 你看这个菌膜刚刚要开 还没有开 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一个采收期 香菇是食用军体系当中最大的菇种 它的生长需要特定的温度 温度太高不行 所以南方这个季节 香菇就没办法生产了 而福祭出菇恰恰是咱们辽宁的特色 2017年国家食用军产业体系 沈阳综合试验站正式设立 为的就是多培育几个新的香菇品种 集合了产业技术 国家食用军产业技术体系 很多优秀的品种 在我们辽宁进行这个 属于栽培试验 选出适合我们辽宁生产的香菇品种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自己自主通过各种预动方法 选与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香菇品种 去年我们种那批在新冰 在秀妍都有种植 这是我们今年又进行的一轮 就是我们每年持续循环在进行这项工作 陆陆续续一直在挑选新的一个种植 到从17年我们这个实验站建站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辽宁省内已经推广了六个品种进行应用了 种植资源相当于农业的芯片 每一个品种的选育都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 今天的香菇趣味选美大赛 也是给老师们枯燥育种工作的一个调剂 用一种好玩的方式选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品种 及时的更新换代 香菇品种它有不同的系列和来源 不是说一个品种就能包打天下 因为单一种一个品种 它这个市场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因为每个地的环境 我们辽宁也是不同的辽东辽西 包括不同的季节出锅 这个对品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和我们这个孤农的栽培条件 设施条件 还有它的一些就是说技术水平都是有关联的 下一步就主要摸索它的一个栽培技术 最适合的温光气湿的一个条件 到时候直到能够进行生产应用 本届香菇选美大赛到此结束 哪个品种适合推广种植 老师们已经心中有数 今年十月就会在这批品种当中 选出四到五个进行推广了 说不定啊 今儿的冠亚气军 明年就会出现在咱们辽宁省的香菇大棚里了 黑土地给乡亲们推荐的蔬菜好品种 像金油315 圆翼5604 经典1958 寒香666 还有腾起406 都可以直接定条了 两天可启定 打电话几条还免费送到家 咱们这些电话